那要带您看到就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呢 新庄亚历山大社区呢 举办了爱心跳蚤市场的公益义卖活动 那么当天的这个物品呢 都是这个社区民众所捐出来的爱心物品 不管是这个全新的或是二手的 种类可以说是相当的多元 举乏呢衣服啊鞋子包包餐具文具等等 可以说是这个应有尽有 至于当天的这个义卖所得呢 将全数捐给公益团体 新庄亚历山大社区日前举办跳蚤市场爱心义卖活动 由社区人士将这要中用不到的物品 不论是全新或二手商品 统统捐献出来做公益 包括衣鞋包文具餐具玩具等 卖价从五元到两百元不等 由于物美价廉活动一开始 就吸引了许多大人带着小孩前来挖宝抢购 场面非常热闹 那我们社区为了那个响应环保 那个珍惜地球的资源 所以我们举办一个二手市场的 跳蚤市场的义卖 然后请我们的祝福把社区里面 用不到的东西捐助出来 然后来响应这个环保 那另外我们的所有的收入呢 我们会捐作公益 给公益团体做一个爱心 让所有的资源能充分的利用 台电公司为推行环保运动 特别在社区摆设一个摊位 除了教导民众如何节约能源之外 也向民众推荐账单APP的申请 共同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另外台湾大宽评 永家乐数位有限电视公司 秉持一贯永家乐就在您身边的理念 也到现场与民众一同共享盛举 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社区的用户 住户来讲解节电诊断的一个措施 的服务 怎么样来帮他们来做节电检探 家里面的节电诊断 让他们省钱又可以省电 那我们今天也附带 有一个电子单单的方式 就是鼓励我们祝福能够来 多响应的节奏检探的预级 这次的活动办得相当成功 社区表示 所有一麦所得将会全部捐赠出来 帮助弱势团体 也希望你我能够一同爱地球做爱心 永家乐记者新庄采访报导